生命有十重境界 你在哪一重 佛法告诉我们 所有事物的因缘 生起变化 都跟我们的起心动念有关 佛经上有一句话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应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早 若人欲了知 我们作为人 想了知这个世间的真相 三世一切佛 三世即过去 现在未来 所有的佛从哪里来的 应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早 万事万物都是心早的 我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是我心早的 你为什么长成你的样子 是你心早的 心态千变万化 导致外相也千变万化 今天很高兴 满脸喜色 明天很烦恼 见人就想骂人 我们的外在跟内心 始终都是相应的 因为心生万法 就决定了生命的层次和境界 完全不同 同样是人 有些人的生命境界很高 高不可攀 有些人的生命层次很低 人都不愿意与他为物 每个人的心态不同 就决定人生方向 人生道路不同 每个人都在人生的轨迹当中 展现他的心态 我们要思考人生 思考怎么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最重要的是去认识自我的信心 了解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这样人生路就清晰明了了 当然这是一个方向 但是要认识自我 认识人心也非常难 这个心看不见摸不着 忽左忽右忽上忽下 晚上睡着了 他还在东想西想 普通人左右不了这个心 所以人生很难把握 很难琢磨 我们即使活了一辈子 都没有活明白 就是因为不知道心的真相 佛法对生命的不同境界做了分类 大致分为十重生命境界 人只是十重生命境界之一 除了人之外 还有很多生命境界 所以对生命的认知 如果仅仅局限在人道 就很难看得透 佛法告诉我们 生命的境界 有高有低 有深有浅 而且生命可以转换 可以从低生命 进入高生命 也可能从高生命 跺下来成为低生命 这就是生死轮回 生命的十重境界如下 第一是地狱 第二是恶鬼 第三是畜生道 第四是人道 第五是修罗道 第六是天道 第七是生文道 第八是圆觉道 第九是菩萨道 第十是佛道 这是十个生命层次 在佛门有一张图 这张图上画了一个大的圆圈 圆圈中间是一个心字 顺着这个心 就分散出十个境界 最低的是地狱道 最高的就是佛道 我们的生命是这个心生的 前面讲过 心生则法生 有什么心 就有什么像 就有什么样的命运 生出地狱之心 人就到地狱去了 生出恶鬼之心 贪婪之心 就到恶鬼道去了 生出人心 良心 人道的心 就到人道来了 于吃蛮不讲理的人 就到畜生道去了 什么心 就跟什么样的生命境界相应 世间为什么有很多不同的生命形态 就是因为心不一样 很多人会养宠物 观察宠物就知道 它们是可以跟人沟通的 人的心态 人对它伤害还是爱护 畜生是能感知到的 它的心跟人心有共性 有相同的地方 畜生也有感知判断能力 就说明 在生命的源头上 人跟动物是一样的 但是动物的智商不及人 很愚痴 不讲是非 对这个世间没有好坏 高低善恶的判断标准 因为智慧上跟不上 所以它们跟人道比就差了很多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是愚痴 因为愚痴程度的不同 所以有地狱 恶鬼 畜生 人道等 不同生命层次 人道跟畜生道比 相对高了很多 比我们人道更高的 还有阿修罗道 天人道 这就是普通人看不到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道家就认可有神仙 佛门也讲有天人 天人和神仙 就超出我们人道的范围 他们的心性就干净很多 我们看世间人 有些人非常善良 从来不会去伤害别人 他的内心状况 就有点类似于天人的境界 所以 每一个人在世间生活的境界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些人过得跟畜生一样 有些人过的是正常人的生活 有些人过的是神仙的生活 人过什么样的生活 就跟心态有关联 当然 神仙的生活还不是最好的 还有超过神仙的 就是佛门讲的圣人 比如罗汉 罗汉里面有声闻 有圆觉 然后是菩萨 佛 罗汉就已经没有我值了 天人以下的生命 从地狱道到天人 这六道生命都还有我值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我要干什么 这是所有六道众生 都要面对的问题 人当然善于思考 也面对这个问题 不知道出生道讨不讨论 我到底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干什么 如果从他们的交往看 应该也有类似问题 也就是说 所有的生命都关注 同样的问题 虽然人和动物的 生命层次不一样 但是思考的问题 是一样的 从地狱到天人 这六道的生命 都没有超出 我的范围 还都有一个 我的观念 我的认知 我的感受 我的规划 一切是按 我的设想 在运作 这就是 普通的生命层次 大家都有 相同的生活方式 以我为中心 然后扩大范围 由个体的我 到家庭 再到周边的朋友 先是最亲 最近的人 然后再慢慢扩大 从工作到社会 再到国家 所以这个世间 都画了很多圈子 个人有一个圈子 家庭有一个圈子 工作单位 有一个圈子 我们生活的大环境 一个省份 一个地区 有个圈子 最后到一个国家 地球上最大的圈子 就是国家了 我们一般人 超出不了国家 这个范围 有些超越国家的人 拥有多个国籍 可以自由来往于 国家之间 这种人 可能相对超越国家了 但还是在 几个国家的 小范围之内 世界人 几乎就在这个范围 文章来源 佛法与人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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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